阿汉爸爸这位部长他又闹出了与喝温水能够杀死病毒同样等级的经典笑话了 相信不少人应该有在网络上知道是哪一个笑话是怎样的一个笑话了吧 那除了刚才那一段怪罪西蒙政府的言论 可能是怕民众说他在卫生部的抗疫工作上毫无作为 所以阿汉爸爸他在直播上就很自豪的说 他在我国抵抗疫情期间的努力其实是已经受到了世界的肯定 还宣称自己曾经就参与跟世界卫生组织和500个国家的通讯会议 是的你没有听错阿汉爸爸说的是 Lima Ratos 500个国家 那就是这句话他又被耳朵灵巧的网友给抓包了 因为目前世界上根本就没有500个国家那么多啊 而最扯的是他的老大阿莫扎西还祝贺他跟他说 Da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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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暂且就来先听听看他们当时是怎么对话的 卫生部长阿汉爸爸宣称自己曾经与500个国家视讯会议 那部分耳朵间的网民立即就发现 阿汉爸爸所指的500个国家的说法很有问题耶 因为联合国目前就只有193个正式会员国 以及两个观察员国 怎么加来加去根本就没有500个这么多啊 看到阿汉爸爸又闹笑话 有网友还因此特地为阿汉爸爸整理出 他在上任短短一个月期间所闹出的笑话 那这位部长大人不止一次闹笑话 也不是两次 加上这一次 他应该是一共闹了三次的大笑话 而其中最经典的温水论 让他瞬间红遍整个网络 当时阿汉爸爸还在现场示范 怎么喝温水来达到杀菌的效果 我们要喝水 好 水 水 不要喝水 不要喝水 水 如果可以就浸泡一点 浸泡一点 因为肚子就不喜欢热 不要热一点 可以喝水 可以喝水 好 有 水是会被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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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我们需要尖泡 水是会被尖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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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天 在阿汉爸爸会报疫情的时候 他还对着媒体说 全马一共有十五个周数 让在场的人一样都会认 读书时 老师是不是搞错了 akhirnya saya ingin memaklumkan bahawa negeri mana yang paling banyak sehingga lima belas lima belas negeri 笑话频频 不知道阿汉爸爸 他是数字不领通 还是对国家的周数 一窍不通 才会接二连三的在大众面前出洋相了 这些视频昨天开始就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疯传 相信很多人都有收到 事情发生以后呢 网络上是骂声一片 针对在面子书上直播所说的500个国家的言论 卫生部长阿汉爸爸也在刚刚出来澄清了 他说他所说的500个国家其实是指500名参与者 是他一时口误说错了 无论如何既温水论还有我国有15个周数之后 阿汉爸爸又再度因为全球500个国家这番言论而走红网络了 网上呢还流传出了这一张图 也就是阿汉爸爸他曾经闹出的笑话合成组图 另外呢有的网友还即兴发挥了创意在推特上纷纷调侃阿汉爸爸一番 有的呢还贴出他们想象当中的500个国家 总而言之呢网友是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幽默和想象力 对于阿汉爸爸遭到网民的围剿 其实也有网民和政治人物出手相助的 其中一个人就是演说经验老道的前首相纳吉 纳吉在自己的面子书上呢就出面为阿汉爸爸解围 他认为阿汉爸爸只是口误希望大家可以原谅他 纳吉说人有时候说话确实是会有口误的嘛 就连那些最厉害的演说家都会犯错 纳吉还不忘翻出了公正党主席安华 以及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曾经出现口误的状况 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放过阿汉爸爸一马 好的聊个这些新闻之后我们暂时打注来看下节热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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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